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多人走 特别多人移民 我可以跟大家讲这段时间是可能很多人走 但香港第一代的移民潮就是八十年代到九七年前那段时间 我刚入行那段时间都是很多人移民 特别是做饮食业 我敢说我们做饮食业是第一代的移民潮 那时也不是去哪里 我自己入行时有七个师兄弟 当中有四个都是去了外国的 去了外国 那都是开头就叫做外面做餐馆啦或者做饮食业啊那些 我们那时我们的中菜厨房人在外面世界各地是很受欢迎的 我有好几个啦 有些在加拿大啦 有些在欧洲啦 马利西亚那边都有些师兄弟甚至乎有些师兄弟在国内 都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啦 我们就不是说立心就过去移民 当时是过去做饮食业 但当你过去做饮食业做得了几年之后呢 有幸在那边就扎根了下来呀落地生根呀 这些就叫做有幸 即不是说特意去立定决心 就走去那边住呀 走去那边什么呀 不是的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我们当年围来的那班师兄弟呀 我自己是没走到的 为何没走到的 有很多恩友呀 或者很多什么呀 有一次就差点谈得成 去得成去哪里呢 海南岛 海南岛做酒店 有个师兄弟说带马过去 海南岛三马 那时三马那间叫仙人掌酒店 我不记得叫什么 那时在三马海滩旁边有一个新开发的 那间仙人掌酒店当年来说都是一间五星级酒店的 通常我们都是签我们过去三年 我们三年过去做一些培训管理工作 那我无事的 教识他们就等他们做而已 主要我们那时都是这样 环顾那么多师兄弟 他们当年有些飘洋过海 你去到加拿大也好 去到欧洲瑞士也好 刚刚去到那两三年都是一些 都是叫做一些比较黑苦一点的生活 因为你在那边赚钱 我认识是赚的钱是会多些的 但是你在那边洗亦相对来说你的洗费会高些 但是我们那时过去就有一样好 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包食包住 那如果你省省的你没什么特别嗜好 那你都可能会挣到些钱 挣到些什么 当然现在我美国的那个师兄 他有自己的餐饮叶王国有自己的酒店 看到他都很开心 在瑞士那个师兄也有自己的餐厅 看到他都很开心 现在我们偶爾回来聚一下 一聊聊天 大家又聊聊我们以前日王时的那些 新宣往事 但是那么多人之中当然最特别是谁呢 这条是茂里嘛 无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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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好笑不要好笑啊 有时时患制御人员机会的东西 就是个个都不同的这些 但是只要你坚持黑苦不要放弃 那你去到哪里你都可以扎根 当然个个制御都有些不同的 有些很黑苦 有些比较暢顺些 但是不外乎离开这几样东西 我们那时过去不是刻意去移民 有幸在那边扎根也是可能在那边 就认识到当地人啦 认识到另一半啦 又或者有个师兄就说 在那儿真的做了很久 跟老闆感情很好 老闆不常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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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居留权 接着就在那边认识另一半 在欧洲瑞士那里又在那边扎根 又去那间餐厅 以前老闆退休了 就顶着给他做 那些都是有这类型的 那些例子在那裡 那些我是没有出去 或者是没有… 你说我又没有羡慕那些师兄 外面都很厉害 那我就没有的 因为人生当中永远都没有两个自己 当你出去你所找到的 你是有所流失的 那我虽然不是说 在香港经常拌来拌去 都是做一些私房菜啊 做一些酒楼厨房佬啊 或者做一些茶餐厅啊 但是我自己都很开心的 那我有自己一个简简单单的家庭 也是我自己一直在用心去维系的 当我去维系这个家庭的时候 那我就决心啦 戒烟啦 戒斗啦 即是踏实地 认认真真在饮食业 不够敢说创一番事业 踏实地去做 找每一分每一毫都是很踏实的 很珍惜的 自己去到现在我都是的 在我人生当中 我自己认为人生最艰难是做两个行业 第一个就是饮食业 由朝起到晚 不停做一些重复性的动作 很辛苦的 做到个人都弄损了 第二个就是拍摄啊 做演艺界的 做演艺界那种新宣史就是不为人知 有时候你看一些明星访问 你就知道 又不知什么时候人气 又不知有什么时候没有 幸好我拍到现在 我都还未入行 如果入行真是麻烦 都很感恩自己有个平台 可以让自己在暢所欲言 当然去到九十年代的中期 我们叫做拳王九五 九六九七 那时很多都怕九七 很多是一个移民潮 当年我敢说 当年最多人走的时间就是这个 当时走的就是正正香港 中高上的那些 做医生啊做大律师啊 或者会计师啊那些 我小时有个朋友 是会计师 过去那边做什么 拿水煲 做楼面 那时你看秋天的童话 你都看到的啦 当然我不是讲法哥 是讲法哥的朋友 那时都是反映出 九十年到中期 那些飘洋过海 有些什么担心呢 就是说怕九七 那时大卓义夫人 在天安门广场那里跌一跌 大家都是历历在目的 那时都是怕这些 你说我有无怕 我便无怕这些 去到那段时间 香港事实上走了很多人 但那段时间走了很多人之余 那两三年呢 即是去到九七九八年 有很多人会回来的 为什麽呢 我都有很多朋友在那边的 他们都知道 过去那边哪里顶得顺 我便说 一方水土仰一方人 去到其他地方 你要适应 真的不是那麽容易的 现在 当然去到外国生活 当然你是要很坚励的 这件事我自己也是很欣赏的 因为小弟在英国 住了一个礼拜 那都真的确实是 即是不是那麽容易 因为我们习惯了在香港 即是一些很普及的东西 我们一出街 就可能有一间茶厅在锁中 走两步 有一间便利店 或者走没多久 喝茶都是相对方便 还有我们习惯那些食品 经常都很容易吃到 当然去到其他地方 很多东西你都要重新适应 有些东西你习惯了就无事的 人是一个万物之灵来的 去到哪里你都可以凌鸡所有东西 所以你有决心是可以的 今次就讲回这个移民潮 你说是否现在香港就真是最多人走 或者没有 我想不是现在 基本上我们那时97年 那段时间或者什麽什麽 但随着你有人走 亦是走出去很快就会有人回来 我们是很有趣的 你出到去你习惯不习惯就好 你是适应不了 你是适应不了 你是很快会回来 那时有些师兄弟回来 香港主要是什麽呢 甚至乎那时有很多 或者什麽不知有什麽事 离开了香港回来 但最终都回来香港 有什麽事呢 是看病 那在我这些影片裏面 都时常赞扬香港那些医护人员 那我自己又感受很深刻 就是大病那一场 那很多都是回来香港看病 那香港的医疗呢 事实上我现在是讲的是 政府的公家医疗 那我们都是叫做基本 是会有个保障在那裡 到现在都是的 是很好的 即使你说现在国内多好 多好多好多好都好 那我们在香港一百元进去 你有什麽病痛一百元进去医院 那基本上差不多 你有病 那他就和他看 当然你说现在的医护或者医官局 或者他可不可以投放多些资源 去改善现在的服务 那当然是有一个改善空间 那我时常都强调了 那你扔多些钱进去 你再请多些人 那你又不用让医生又那麽辛苦 让护士又那麽辛苦 让前线的员工又那麽辛苦 为什麽 一个护士要看成八个病人 那你可不可以请两个护士 一扔多些资源下去 那你便没有钱 那你便有钱 那这些都是自己是一种认知 那很多出到外国或者回来香港都是医病 那为什麽呢 你在外国即使你有甚麽居留 那些甚麽都好 你一看这些严重的疾病 你的金钱是相当之昂贵 相当之昂贵 那很多都是回来香港看 那以上这些都是我自己在 八十年代美九十年代 或者我们做饮食业和师兄弟 为来的亲身的经历 就和大家去分享 那纯粹都是讲一讲 九十年代昔日 为什麽会有那麽多人走 或者会怕什麽 或者为什麽你怕完 你便回来 因为你可能出到那边 那边你还怕 你便回来 就是这麽简单 那麽纯粹都是讲一些历史 那麽今次都是有今而發 因为刚刚又有些师兄弟 回来 早几日又和大家吹吓水 又看到有一些 哇现在你很多人走 那些师兄弟说 你怎麽及到我们那时多人走 是吧 那麽现在那些 你过到曼城那些老牌餐馆 那麽全部都是那些 哎 九三九四年那些人 那时候那些人不是过去搞的 那些餐馆 都是那些 都是那些 扎根了在那裏 不是 现在你说九几年 去到现在都差不多三十年了 那你说会不会有机会又尝试一下呢 那我相信就不大了 那我又喜欢周围玩旅游 就是周围列国多的 那你说有些亲戚在外国 那我都可能会过去探一下他 那在那里住一下 那天都会的 那不单是外国 那有时又回到国内 那我有些师兄弟 都在国内那裏做事 在广州那裏做事 甚至乎再远点 上海 现在都有的 那有机会去到那边 又找到那裏 吹吹水 那之前回福建都是 那有些师兄弟又在那边做事 那又上去探一下他 都是一样的 那今次都是和大家吹吹水 那说一些移民潮 为何移民出去 有些又回来 有些走 因为个个人背后的故事都不同 一个人永远没有两个自己 只要坚持自己的训练 没有东西是会难到的 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何时都这么说 喜欢职人吹吹的网友 就给我赞个星星 喜欢吃 浸在那边 还有即是吃蚝饼 订阅个职人吹吹的频道 如果两个都已经喜欢 麻烦你加入频道 继续吹吹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收睇 那下条影片再和大家吹 拜拜